德意攻擊機的售價 也為我國計台的3到5倍的駕叉 駕叉的關鍵因素在以國際大廠可協助 顧客提高設備的利用力 加工效力 以及製程規劃等解決婚案 提高設備的價值 為了面對日中韓 夾駭與生產力4.0時代來 我們必須回到切削戰爭的基礎研究 來了解如何提升產品結構 以道具性能 以複合客戶的製程改善需求 達到最佳工件的品質 與切削的效果 才能提升台湾工具機的附加價值 工具機業者需掌握 終端業者的切削製程 協助客戶獲利 擺脫銷價競爭的困境 當製程設計好了以後 它所生產出來的一個產品 工產 現在是它的精度 原則上是它的表面光劇的 然後它會要求刀子的送流 而以上這些條件 事實上都是由工具機的精度 以及它看證的能力 才能達成的 政府在工具機業者的引進期盼下 成立工具機切削探證技術技術研究計劃 為的是幫助業者突破難關 創造更大的入客價值 以切削製程技術為前提 在提升切削加温效率 製程硬性和縮短生產周期的分析 經濟部技術處 指導A-Plus工具機切削探證技術技術技術研究計劃 從事實設置切削探證技術研究 成立共同實驗室的目的 是為了加速國內工具機產業在切削探證技術 的落實應用 追上先進國家之切削應用技術 針對聯合實驗室的成立 我們以團隊行銷的概念 整合產學研的能量 來強化聯合實驗室的 在切削戰爭的研究能力 提升台灣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其在藉由十日速的貢獻 提升工具機業者對切削加工製程掌握度 使機台設計由傳統單機規格 轉換以加工製程需求出發 建立我國工具機差異化的特色 提升產品的價值 這個計劃最令人業界 他們的共同合作分享的機制 團執行過程工具強調過程導向 實際達到適合大家的智慧 用航學習分享進步 把這個計劃的計劃進行 並會帶來討論給大家的經濟 從荒煙漫草出起頭 在萬眾期待下茁壯 切削燦證基礎技術研究聯合實驗室 為台灣機械產業 普出動人樂章 在萬眾期待下茁壯 使用航行動